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感到緊張嗎 有一點 第一次以泳衣服裝來見記者都有點緊張 滿意自己現在的體態 身形滿意嗎 其實都滿意現在的身形 因為其實我對比起手輪面試的時候 其實都瘦了一點 還有臉比之前瘦了一點 所以我整個身材都比以前更加滿意 那這段時間是不是很辛苦 其實都是因為每天都有訓練 除了訓練之外 其實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動要出 所以其實都比較辛苦 所以都瘦了一點 需要節食嗎 我暫時都沒有節食 可能出活動 所以比較辛苦 所以瘦了一點 沒有說去做運動的 沒有 可能壓力會不會 是否壓力令你瘦呢 其實都是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第一次 而且始終都會想自己健康 所以出活動的時候都不會吃太多東西 而且都會想自己收回一些 都不想吃太多東西 那這段時間都過幾月了 有沒有習不習慣拍攝 就是面對鏡頭會不會好了 覺得自己 我覺得自己比一開始好了一點 因為現在我起碼可以 面對鏡頭的時候自然一點 還有輕鬆一點 沒有以前那麼緊張 以前可能會不會對著鏡頭 但是現在比以前更加進步了 早前你去外景是去哪裡 我是去內蒙古 怎樣 去內蒙古的感受是怎樣 去內蒙古的感受就是 都是活動不累 因為坐七小時頭車 但是都開心 因為始終嘗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那些奶製品 但是為了一件事不好 就是例如你去出草地的地方 可能你就比較不方便 可能換衣服的時候 所以都會要找一些帳篷來遮遮 所以這些就是和現在的城市上 在香港拍攝的不同的地方 內蒙古其實他們的飲食跟我們很不同 有沒有肚子痛 肚子痛 是的 其實我自己對奶製品 一向都是有些 吃完之後都不是那麼舒服的 所以那時候試的時候 都是一個嘗試 我也有試的 我也有吃 因為我覺得要入鄉隨俗 所以當他們說去試這件事的時候 我都沒有特別拒絕 因為我覺得 可能試完我也喜歡吃 所以我也有去嘗試 有沒有機會接觸動物 動物 有 因為內蒙古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大草原 所以在大草原上面其實有牛 有羊 還有你開車的途中 你經常都會看到他們有牛 然後有時候還會擋住車 最好笑的是 那些司機會叫他們叫做 那個 我忘記了叫甚麼 他有四個字 但我忘記了甚麼 我忘記了 即是跟牛說話 是的 即是他們叫做交警 很搞笑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月 就決賽了 有沒有說要做甚麼準備 要準備 大家都知道香港小姐要表演才藝 所以我要在跳舞方面做少許功夫 我會做很多基礎 練多些基礎跳舞的底 然後令到整件事學習的時候更加Smooth 你本身有沒有跳舞 以前也有興趣玩過 但沒有實際上 但現在也會特意找老師學習一下舞步 然後等練習的時候可以更加Smooth 那你以前是玩甚麼 K-pop那些還是 是K-pop 即是練K-pop那些 玩K-pop那些舞 那才藝表演會選擇甚麼舞蹈呢 暫時未知 因為都是等大會安排 都是他們說去跳甚麼舞 就是做那件事 好 謝謝